国手教学 正手拉球的动作指导 我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 它首先握板就有问题 来 来这 你给大家看一眼你的握板 大家看 它的握板相对来说 这卡的比较 你看 它的握板这卡的比较死 知道吧 它这虎口卡的特别死 这握的 导致了它什么 它的手腕用不了 所以它拉球 你们听它声音 是没有一个清脆的声音 就是一个鞭打的这种 击球的感觉 它都是靠这个大臂去往前推的 知道吧 是这种力量 所以它的尖是有伤的 跟它都有关系 就是发力的结构 是有点问题的 知道吧 你像我们拉球 让一下 我们拉球是什么感觉 你看 是有一个鞭打的这种顺着发力 它的发力是什么 握得很死 而且手腕是翘起来的 它是靠手腕这么推的 知道吧 所以它的肩膀这个受力会非常大 你知道吧 所以你现在要把握板改一下 你试一下握得越松越好 对 然后不要翘 你先拉球太翘 稍微放松一点 谁给你沾的板 我自己沾的 你沾成这样了 行 那个稍微放松一点 就不要翘手腕 然后握得松一点 你再拉一个试一下 你先把握板改了 来 给防俩 已经握了八年能改 你握三十年都能改 捡你的手 你看 是不是稍微好了一点感觉 没有那么死了 对吧 手腕有那么一点幅度了 感觉提出面一点 对 然后停 然后停 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 他拉球接触球时间太短了 知道吧 就是这一下就过了 他的动作并没有很完整 出球速度太快了 我先让你改一下 就是拉球 拉球这个动作 你把后手摆大一点 然后把球拉慢一点 拉长一点 你现在拉的弧线是 都在大概这个位置 中间 球台中间的位置 我让你拉到各个 拉到底线 你试一下 往后站一点 往后站 站得越远越好 再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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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球感觉是对的 你看 你看你拉 为什么老拉下网 就是因为你弧线短 你必须要把球拉长 然后接触球时间长一些 你再试两个 好好好好一点 我我我我给你 我给你换一下 你换个板拉一个 你拉得出声音吗 你我给你感觉有点闷 你不是你先让他拿宣武拉一个 你你感觉我感觉你拉不出声音 你知道吧 你赶紧咋样 你假的是这个 拿拿你拿那个玩儿拉一个 我赶紧你拉出声音出不来 你敢说声音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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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还是有点闷 拉不出来那种 你打的 你看啊 你打的这三块全是蓝海绵 都很硬 而且你板非常硬 来吧 给你调一下动作 往后站 大家看啊 他拉球 这个球非常短 你知道吧 就是 能看出来吧 能看出来吧 他拉球 这种寸击太多了 对吧 我们给他 这个之前也给他讲过 就是让他把这个动作 接触球以后 要做完整 把球拉出去 是这种感觉 动作要做完整 你再试试 拉的慢一点 拉的长一点 出键没问题 你板上稍微有点压 你试试亮一点 然后不要往这做 往前做 你试试做到一半就行 往前做 不要往这边做 再亮一点 就不要压 可以 这个好 这个好 可以 出键没问题 是不是好一点 是不是好一点 你又感觉弧线长了吗 是不是比原来要实了 对 接触球就是面 比原来大的 又压了吧 这球 弧线是平的 可以 这个没问题 这个弧线 你试一下 走外弧线 就是走一点外弧线 你不要走里弧线 你现在走里弧线 它的球是往下压的 你走一点外弧线 走一点外弧线 这么出去 不要走里弧线 走里弧线 这弧线出不来的 你试一下 把弧线做长 然后动作往前做 不要力板 然后不要压板 你看力板是有点这样的 稍微亮着一点板 往前 把板越亮越好 可以 可以 出手不要太快 把球拉住 送出去 哎 这个好 虽然失误了 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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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 这就好多了 知道吧 这个就是接触球 比原来时间要长得多 就好 好 就好 嗯 在� 就好 ơ Had 对 直到 被 不 杳